各位大家早安 早安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来分享大数据分析 我们来议会一下 大数据分析到底是什么 还有它跟Excel 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当我们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就会取得小样本的资料 可是这个小样本的资料 我们也会做统计分析 可是现在我们拿到的是 很大很大样本的资料 或者是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非常接近母体的资料 而且它会一直不断的增加 一直不断的增加 那过往的一些分析技术软体 它是不是不够用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更新的分析的方法 例如说像Power BI PayPalio这种软体 来帮助我们去做大数据分析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我们会遭遇到的一些问题 必须要跟各位分享 除了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你必须要知道 可能大概就三四个动作 你的分析动作就全部做完了 甚至你可能以后面对到超级电脑的时候 你就只要口述告诉他说 我要看什么什么分析 他就直接帮你画好了 那画完毕之后 其实更重要应该是去思考一下这个分析的结果 举例来说我们因为这样子的分析结果 我们会知道说那未来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这才是重点 所以关于电脑 电脑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 这个我们要交给电脑来去做 例如说这些分析的工作 自动分析他已经达到了 而且他在七月份这个改版 也就是有几个很重要新功能 今天早上我就想要先跟你们分享完毕 那也就是说自动分析你已经会了 也就是他已经帮我们做完了 接下来才是我们需要去看到这样子的问题 怎么解决 那在这个过程 因为我的资料是很干净的资料 那我可能就可以很快速的帮各位 来去进展到资料分析 如果你没有兴趣 其实他前面有一个更重要的 叫资料清理 通常我们把一个完整的工作划分 前面那个资料清理要花80%的时间 后面那个资料分析 就是现在我们上浙特只要花20%的工作 他就完成了 那最重要前面那84%苦差事 通常我们都会就是花钱 而且千万不要找工读生来做这种事情 他们不是那么专业 真的不要叫工读生来做资料清理 所以你可能会遭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逐步跟你们在讲解这件事情 包含如果说有跨单位 而且我许的都是像 像卫福部的资料 内政部的资料 这些都是公交机关开放出来的资料 在跨部门的资料之间都会产生 就是资料不干净或资料需要整理的地方 这些都是要让各位去了解 然后接下来那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我们就要如何去克服这些 然后真正让你们上完课之后 你就会想说拿自己的资料来分析看看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叫做 用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 我们虽然有10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应该都很扎实 希望各位尽可能的专注 然后还有我都会用食物的方式引导各位 所以你们都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那也就是说你先看我如何操作 然后接下来就换你们来做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的目标应该很一致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想要做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们就学会如何做大数据分析 大致上我把我们的课程内容大概区分 就是一刚开始我们要先认识一下大数据 然后大数据是什么 以前就有数据了 好不管以前或现在都有数据 但是现在我们拿到数据 好像多少都是大数据 其实你这样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大数据 为什么叫大数据呢 因为它有什么三个V到四个V到五个V 反正就是例如说它非常非常的大 什么叫非常非常大 例如说你拿天气的资料 天气的影像变化千变万化 而且它要随时间每一秒都要记录那个影像 哇你想你有多少资料 它像那个地震资料 我相信那个图的资料 哇那真的是如果说你从不同的时间点都要把资料记录下来 那个资料量应该是非常非常大 你们这边应该也有一个很大的伺服器 在管这些地图的一个改变 好那这些大数据还有很重要一个特色 它会与时俱增 就是因为它与时俱增 所以我们到时候就因为它要一直不断的把资料放进去 所以我们希望它做一件事 当你把资料放进去的时候 它所有的分析全部自动算完 绝对不要说每个月重新算一次 这是以色谣的做法 大数据分析这边技术 它就要求说你要一直不断的直接更新 甚至连那个股市它都可以做到及时更新这件事情 好那再来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资料我们就是要去分析 那有没有很简单快速让我们学会分析的方法 有的 而且这边的分析 不管做连续性分析 不管做类别分析 同期比较 那个甚至做分群 预测趋势分析 关联分析 或者是联动 动态分析 地理分析 哇这么多的分析 大概都是放三四个动作 我们就做完了 好不用花你太多时间 可是重点是你要看懂 这些土动来动去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告诉我们什么资讯 这才是重点 然后你要把这样子的内容去跟你的主管来去讨论商量 可是这还不够 你应该还要带解决方案跟你的主管来去思考 你因为看到资料之后 像我最近我的研究 我就觉得好奇怪 我看到这个现象 看到现象不特殊 你要有背后有一些副官说 好我准备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或者解释这样子的现象 然后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的方法 所以这个资料分析 这是我们一定要先赶快进展到的地方 但是所有的分析 我们是不是都有可能需要透过一些数学行事 你去看那个资料分析的考试 它就在考你什么叫比较 比较国小我们就已经学过了 当然就是用那个比率 比率的观念来去看 例如说同期的比较 今年的结果跟去年结果来去做比较 那我们可能用比率的方式 来去产生它的一个差异 好那这个时候就牵涉到 我们要用数学的方法 那这边它就有专用的函式 Bax B就是data A就是分析 然后X是expiration 它用的是第二个字母 如果你上网去Google的话 它就是什么德国工业指数最常用的那一个 但是最好请你加 Power BI的Bax 你就可以搜寻到一堆这些的函数 这些函数有一个特色 像例如说里面没有SUM 有 但是它后面会多加一个X 所以你就要懂 你不知道要懂SUM SUM 里面就有 你就已经懂了 但是你要懂的是SUM X 多了一个X 这个函式 好 那当然它也有平均 它也有F 反正就是有一些你知道的以下函式呢 我们会尽可能就是说稍微在这两天的课程安排 让你去了解一下 再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拿大数据分析来去做什么事情呢 通常都是做一个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以前我们在影像里面是画趋势线 刚刚在这边它也是画趋势线 但是它还有更好的一些data mining的观念放进来 例如说平均移动的概念 所以到时候我们再用这个平均移动来去做预测 我不想你们有没有用趋势线做过预测 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多单位 它都只是用趋势线来做预测 但是它不准 它的那个RSS跟LSSS互差太大了 所以那个逻辑词回归 后来就是用我们例如说用指数型回归的方式 还是不准 所以后来用移动平均法来去做 这比较准 所以它这边大数据分析用的技术 它说是用移动平均法 然后接下来还有分群 所以这些都是如果说你掌握到这些内容 我相信你的资料分析会做得好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后面的重点就是你看到这个分析的结果 你要回去想为什么 然后怎么解决怎么配套 因为真的这些东西 它已经把它放在自动分析里面都已经做完了 好那我们稍后我们再来跟各位仔细分享 首先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事情 就是我所有的课程范例我都放在网路上 就是准备让你们来去下载 好然后那个等一下我会先从软体这边开始跟你们讲解 但是第一件事情可能要请你们去下载范例 下载范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的范例都是放在网路上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因为放在网路上 所以我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在这个位置 网址列的地方请输入 HTTPS-GO.GL-YTZ 注意这个R要大写X 然后大写的T 或者是你直接输入孙在阳电脑教室 然后这个HTTPS-GO.GL-YTZ 这边都是小写 这个R一定要大写 然后X 然后大写的T Enter 然后接下来 各位可以观看一下 因为最近 我会尽可能的 就是把专业 刚好有些公家机关 找我来去教 你看像这个 大数据分析应用基础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 速度大数据分析 这是政治大学 那我在我们学校 阳明大学又开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用2019年9月26号 用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 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 然后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 讲义下载跟范例下载 甚至到时候我做完的产品 我会放在这里面 方便各位下载 来去做一些比较 那甚至我整个课程 我都会录制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贵单位 也有录制了一套 所以到时候可以放在 你们自己的平台上面 这我都会 如果说你们要 给我签什么授权 我全部都可以签给你们 因为 因为你们还会追踪我 那大陆有很多搬运工 直接把我放在YouTube上面 的影片搬到大陆去 然后大陆的网民看到 就说 老师 那个讲义能不能给我 范例能不能给我 他们叫搬运工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学生愿意学 我都很愿意做这些东西 好 那 重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 我祝阳美 这点一定要特别跟你们讲一下 好 好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范例下载 请点这个范例下载 然后接下来 游标 游标 那如果在左上角 你落在别的地方 是打开这个档案 而且点一下就打开 就是预览 那我们要点的是 左上角 这个 好 点一下它 然后就可以进行 档案的下载 它会先扫读 完毕之后 它就建议各位 把它放在下载这里面 下载 然后点选存档 这样我到时候我就知道说 我下载下一个档案 是放在下载那里面 放在我本机端的下载 好 我再做一次 就是刚刚是不是 输入那个王子 httbs 写进go.gr 写进ytz rxt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去找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讲义 有讲义 点下去 然后这个讲义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好 当然它要先扫读 看看有没有病毒 然后 如果没有病毒 因为这个档案蛮大的 好 一样放在下载里面存档 这样就有讲义跟办理了 电子讲义 好 那 我这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课程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 或者是你不知道 该怎么样 像油浅入身 那我会建议你应该是要从像Excel的初阶开始慢慢学起 我会 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流程 好 我教非常非常多的课程 这边光一套课程可能就是代表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的内容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 先去把范例跟讲义下载下来 在你们下载的时候我再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民国一百年前我在巨像电脑公司总公司担任专任讲师 所以邦阿教授都是公家机关 从新竹以北上至总统府到五院八部地方政府 我几乎都跑遍了 好 现新竹以北的各公家机关 然后后来到民国一百年我就想说 其实其实有点 有点被迫的 因为他们就说 老师我们那个分校请不起老师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反正也喜欢读书 我也喜欢去教书 那应该要自己自我提升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扬明大学 然后找很好的指导教授去跟他一起做研究 那我只会写程式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觉得跨领域是很重要 然后希望说跟生物专家医生一起合作 去解决人类这个癌症的议题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有三十多张国际国内的证照 然后我写了五十多本的电脑书籍 然后现在呢 因为大家都不看电脑书 所以我就想说 做成那个电脑教学影片 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所以我就把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我已经做了两千八百多部的影片 好 那我想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然后等一下如果说 因为你们都有奖励嘛 因为我要先从这个奖励开始先介绍起 其实我奖励一直在更新中 因为它有BI它一直感 一直感 好 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一下 好 请打开自己的奖励 请打开自己的奖励 这边我们要先请你们看一下 好 那画面先借我用 一下下就好了 我只是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 首先 首先我们刚下载的资料 是不是放在资料夹里面 所以点选Windows隔壁这个媒体柜 就是文件夹 然后接下来点下载 是不是有一个超市范例 还有一个档案就是2019-0926这个 数据分析及互动视视觉化效果BI 其实这就是用PowerBI做大数据分析的另外一个说法 然后我们先讲一下讲义 讲义 再一次告诉各位 就是打开媒体柜 然后下载 下载 这里就有一个刚刚你下载的档案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要请你观看一下 整个课程 所以请看一下 因为你们有印纸本 还是印产色的 所以请你们看一下纸本 首先一刚开始我们要介绍 认识大数据分析 认识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有跟各位介绍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好 那 再来就是视觉化分析 就是我们这边会介绍好多种分析 再来就是DAX函数 以及我会用一个实际的大数据分析应用的例子 但是我们是用商业型资料来解释 商业型资料来解释 那只是不晓得说 因为有一位 有一位学长 他就是提供了他的数据 那他的数据其实蛮简单的 然后他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询问说 这可以分析什么 所以到时候我会觉得说 在我教如何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打开来看那个资料 因为那个资料都去各支 他没有各支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那我们可以分析什么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实现这些大数据分析的应用 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请你们先搬到第一页 认识大数据 这边是不是有一张图 因为你看 大数据他一定会讲什么 大数据就数量 数量容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变化性是非常多样的 那是讲这三个V 可是我觉得还有与时俱增的特性 他一直加资料进去 可是在这这样子一个数据特色 请看我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文字云图 我们最后要教你的 我就会希望教你文字云 文字云 这个就是在做资料探勘 资料探勘 你有没有发现 这张在你的讲页第一页 是不是有一张图片 这个Big Data 它到底跟什么是最有关系的 其中有三个单字 你一定要知道 第一个 Storage Storage就是存储空间 因为你要知道 例如说好了 护震资料大还是地震 不对 应该说护震存储的空间会比较大 还是地震它需要的存储空间会比较大 当然是地震 这个想都不用想 我们那边护震存的资料 可能都是文字数字这种性质的资料 我们这边随便存的资料都是影像的资料 那个只要是影像资料 那个伺服器 那是非常非常庞大 光是资讯单位 地震的资讯单位跟护震的资讯单位 都配置都不应该是一样的 可以理解吗 这边都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你看那个Storage Storage 它绝对跟你大数据 你要做大数据分析 我们都是直接要连到这个Storage 存储设备 那接下来你去看一下 技术 所以我们到时候跟你分享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就在讲这个 那请问一下 Analytics 有看到这个单字吗 分析 分析 各位 我们所有在做大数据分析 我们都还是用讨计的概念 可是你觉得够不够 我要告诉各位 随便你去检订都过 那检订都过代表什么意思 哇 全部都是什么 我们可以什么 推翻 我们不能够推翻那个H0 不能推翻虚无假设 哇 那这样子的结果 是不是很棒 一点都不棒 我们不是在去做那个检订 因为重点是以前我们早期 学的统计都是拿到几百个资料 几千个资料 那就已经很多了 现在不是了 现在你随便拿的资料都是几万笔 那可能还不能发paper 那几十万笔 我一刚开始接触到那个RNA定序 我的sample只有四个就可以写论文了 现在你没有几万个 像那个台湾Bellbank 然后做的RNA sequence 三十万 三十万 二十万增强的人 十万是有生病的人 可以了解吗 哇 这个从四个变到三十万 你想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 我只能告诉各位 因为 因为这个 样本都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那个分析的想法 要整个跟着往上前进 你不能再依赖以色尔了 你在依赖以色尔 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分析 就是做到一定的平行点 就没了 所以请你先跳脱 跳脱 就是不要再用以色尔来去想 以色尔能做什么 以前我们在教以色尔 我们都先教 你觉得以色尔做得到什么事 那现在我只能请你们 还是回归 想一件事 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 我们到底要分析什么 那个结果是很重要的 因为真的 我没有读很多地震这边的相关论文 所以我不晓得你们要研究什么 那个outcome outcome 我不知道 是可惜 像例如说 我简单说 我研究 我研究癌症 我当然就想要知道 癌症的治病基转 这样可以理解吗 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件事 所以到时候 我问你们跟地震相关问题 麻烦你们一定要配合我 一定要告诉我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带领你去走这个思维的一条路 好 所以这边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storage 牵涉到我们的取得资料 我们一定是直接连资料的 如果你把资料放在网路上 那我们就直接取得网路上的资料 还有第二个技术 我觉得那个技术太重要了 还有就是分析策略 这个分析策略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刚开始会先教你 我们一刚开始会先教你 就是这个 Analytics 资料分析 可是你要先从取得资料 取得我们storage的资料开始 然后 接下来去分析 然后让你知道说 哇 这些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是以色谣望尘莫及 好 然后最重要就是行为模式分析了 好了 那我建议各位 你只要回想到这一张图就可以了 至于那个三个V 什么容量大 速度快 多样性 这个可计可不计 因为 我倒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 就是 每个月 每一天 他资料应该一直不断的放进去 这因为不断的放进去 我们会希望 每天或是每个月重画吗 当然不是 我们会希望说 他就及时的把那个图就直接呈现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 来去介绍 坊间有很多大数据分析的软体 那为什么我们介绍Power BI 对不对 这个你可能也必须要了解一下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Power BI是什么 那还不如就直接到Power BI的官方网站 所以画面就要借我用一下 好 首先 首先我们想了解Power BI是什么 所以我们点一下这个 这个 Chrome浏览器 然后就直接输入Power BI 第一个 第一个绝对是他的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 这个是微软公司的官方网站 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字 叫做互动式 互动式 资料 资料 资料就是数据 你把资料想成数据 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 数据的视觉化效果 视觉效果 商业智慧 这边有没有任何人的工具 可以吗 这我想每个单字 每个字 你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他放那么多 一句话 那为什么要讲这么长 那代表每一个地方 它都是关键 好 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了 什么叫互动式 什么叫互动式 学长吃过早餐了吗 对 这就叫互动 对吧 这就叫互动 我问他他不理我 这就不叫互动 以色料 我们是不是可以画出 那个直条图 也可以画出连行图 对不对 这两张图 有没有任何可以互动的地方 没有 这就是没有互动 可以了解吗 可是我们等一下介绍 第一个教你自动分析 他就直接马上做完 直接马上做完互动 可以了解 互动 互动 我一看 我知道说哪一年成长最多 一看就是什么类别 什么客户 提供给我们的资讯最多 类似这就是互动 互动 那请问你 数据可以了解吗 在座每一个手上都有数据 对不对 大家都有数据 至少你都有很多档案 对不对 你就把你那些档案 就想成是数据就好了 好 那接下来 视觉效果就是那些直条图 圆形图 对不对 视觉效果 就是把它做成视觉效果 的一个商业智慧 商业智慧 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 像例如说智慧 你们懂吗 智慧 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我走到那个门 然后那个门会自动打开 那就叫智慧 它只要装一个感应器 感应说前面有没有物体存在 对不对 这就叫智慧 你的手机是不是智慧 那为什么它叫智慧 没有网路 你在看它手机智不智慧 为什么都要智慧 举例来说好了 你上网去搜寻85度C 它一定找最近的85度C给你 没有网路的话 它可能找台北开始找 它可能找给你高雄的85度C 好 它为什么可以找到距离你最近的85度C 那就是因为你有网路 然后它让你很聪明 就是找到你最近的85度C 这就是它的智慧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智慧 那相对的 你要把这个统计图表 你想分析什么 它全部帮你分析完 这就是它的智慧 好 那只是我希望说 我们现在讲的是商业智慧 对不对 我希望你要扩展到地震智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不是Earthquake 是那个地震事务所智慧 一定会有这个名称 只是因为商业智慧成功了 一定会有地震智慧 那怎么做 怎么做 这是很重要的 好 像卫生局 他们就在做那个健康 智慧健康诚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们一定也有 只是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不晓得 好 就是地震智慧的一个工具 好 那我都解释完了 所以你去看一下 当我点下去的时候 哪些东西能够让你看得到 就是这些视觉效果吗 你看 它真的这个图都改掉了 这个绝对是 我必须要赶快告诉你 因为 它为什么加这个新的图 代表它重要 以前我们在做研究分析 PCR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哇它直接把关键影响因素 直接算给你 你不要再去懂那些 有的没有的东西 你就会知道 哇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例如说好了 我们那个气象局 它测好多种气体 哪一种气体 到底会跟我们的 例如说AQR AQI 那个或者是 什么PM2.5 最有关系 这是算得出来的 那到底 每一个我们都去测 可是哪一个才是最有关键 好 所以这个是成功的 可是 刚刚我讲那个 互动式 互动式 然后什么 视觉 视觉化效果 然后 商业智慧等等 我是不是讲了一大堆 能够做成 就是让你看得到的 它没办法展示互动的话 那它就只好展示什么 视觉效果 这不是就都是视觉效果吗 它可以画这么多种图 这么多种图 而且它可以在什么地方 手机上面 它可以在桌机 它可以在平板上面看到 好 这就是它希望说 最后大家 可以很方便的 去看这些统计图 所以设计出来 这个Power BI软体 所以到时候会觉得 哇 它是一个非常Powerful 非常非常强大的 一个商业智慧的软体 商业智慧的工具 可以吗 大概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可能还要知道下载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当你今天下载这套软体 你当然 一样我们就先回到Google 回到Google之后 如果你要去下载 就输入Power BI 然后下载 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第一个就下载了 好 但是要请各位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这个下载是for64位元 比较新型的电脑 可是电脑不会那么容易坏掉 所以呢 我们这边 如果说你今天装的是 那个作业系统是32位元 你就要到进阶下载中 来去找 刚好 刚好 我们这一台桌机 我这一台桌机 你们用的桌机呢 是作业系统贯的是32位元 好 我先找给你看一下 滑鼠 对不起 例如说 我现在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开始 电脑 然后滑鼠右键点 这个电脑 内容 我就可以看出来 说 它的一个系统 系统是 安装 安装的作业系统 是安装32位元 你要先知道这件事 你不能说 你的系统是34位元 结果你下载了 64位元的泡鼻 就装不进去了 可以了解 所以 那64位元呢 它就比较麻烦一点 它放在进阶下载里面 所以这点我要特别交代一下 这个下载是指64位元的下载 好 点选进阶下载 然后接下来要去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切换语言 切换语言 请选择 Chinese Traditional 就是繁体中文 然后点选 Download 可以吗 切换语言 变成繁体中文 当然你想安装英文版 就用原预设值就好了 好 点选下载完毕之后呢 这个就是32位元 这个是64位元 上面这个选项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X64 这个就是64位元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34位元 你要打勾它 然后再点下一步 它就会进行 34位元 Power BI的工具软体的安装软体下载 好 这样可以吗 我们现在都已经帮你装好了 装这些速度都很快了 只是我想说 节省时间 我就不请你装 所以请你回家 如果你有mailbook 或者是你有桌机 你自己的桌机 你想要去安装来去玩一玩的话 那你就请先检查一下 你的作业系统 你的电脑的作业系统 当然就是在这个Windows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电脑 其实你可以用滑鼠右键 就点这个电脑 然后内容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作业系统是什么 只有两种 一种是32位元 一种是64位元 然后你再去下载到正确的版本 可以吗 那以上是 为什么使用Power BI 让我们去了解Power BI是什么 还有软体如何下载 好 那我想讲到这边 讲到这边 我们可能就要开始进入到 Power BI的世界了 如果进入到Power BI 在桌面上 桌面上 是不是有一个Power BI Desktop 如果你桌面上没有 那你当然就是要去 开始里面找 开始里面 所有程式 然后从上面往下来去找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去找 那个Microsoft的Power BI Desktop Desktop Desktop是桌机 桌机 放在桌子上面的桌机板 桌机板 因为只有桌机板具有编辑的功能 那如果是你安装Power BI的Mobile Mobile就是只有看的功能 主管通常就只要安装Mobile那种版本 它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到 跟平板上面看到 好 那如果你要编辑的功能 你就要去下载这个Power BI Desktop 点选它之后 这个Power BI Desktop 就可以打开来了 稍微等一下 那开启这套软体会花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它要先做初始画模型 例如说配色 因为它要画图 所以它对于色彩 它是有要求的 解析度 还有一些字型 这些都是它初始画 一定要去做完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出现这一个起始画面 这个起始画面 左边这一大块是什么呢 它就告诉你说 其实你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取得资料 你没有资料 你没有数据 你就不能做数据分析 好 所以取得资料 中间它会希望你登入 登入的话 而且它不是要求你要有一个个人账号 它要求的是一个集体的账号 什么叫集体的账号呢 像例如说 我在阳明大学 我在阳明大学 所以我要登入是阳明大学内的账号 而不是我个人的Gmail 来去申请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也就是它希望你有去购买它的Office 365 因为它Power BI免费 但是它Office 365不是免费的 然后接下来它有一些新增的功能 有部落格有论坛 欢迎你们就是想要再精进Power BI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边的新功能的变化 好 那我们现在因为我要花很多时间来跟你们分享 所以这个其实画面我们就先关掉就好了 关掉 这就是我们的Power BI的画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请你们 就是把桌面上那个Power BI Desktop的捷径 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打开来看看能不能正常的开启 所以呢就先 这个讲义就可以暂时先关掉或做小话 都可以 大家可以关掉 大家都开了吧 Power BI 以前我们都是用以色谷开始先讲 可是我现在我想跳过以色谷这一段 我想这一段应该都会用以色谷吧 对不对 HUN会不会用 HUN这个函数一定都会用 去做加轴 我再问更难的一个函数 叫VLOOKUP 会用VLOOKUP的行举手 以前用 反正就是曾经会用 不会用 没关系 它也消失了 它的VX被拿掉了 好 这个垂直查询安住 我们现在是透过关联来去换掉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要大概告诉你 大概知道一下你们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展 从用这一套工具 用这套工具 那个 了解它的环境之后 我们来取得资料 来进一步的来做资料分析 好 来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Power BI的功能很简单 常用检视表 模型 说明 四个功能表 四个功能表 是不是比以前你所知道的 我看连小画家都还比它多 小画家 有没有 小画家可能功能还超过五个 那在这里面 说明你本来就懂 这没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说明 可以吗 可是我要请你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常用就是最常使用的功能 是不是应该每一个功能都必须要了解 对不对 尤其是你看最右边这个发行 它的目标 它不是 因为每一次都会有同学说 老师我能不能把它放到简报里面 然后要呈现这些互动式 我说你只能用抓图法 就print screen 然后贴到简报里面 但是它不会互动 它不会互动了 那你就把这个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就拿掉了 因为它就只剩下一张静态的图 是蛮可惜的 它希望你不是去把这张互动式的报表 贴到简报里面去呈现 它希望你直接发布出去 让你的主管自己拿自己看自己的那个手机 或者是平板来去看到这些图的结果 好所以它的功能是发行 不过在这个地方重点 常用这个功能 我们叫我们叫这个地方叫功能表区 功能区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那最重要的就是常用 简架复制贴上你们本来就会用 那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还没有把资料放进来 我们会去编辑这个资料来源 然后接下来你可能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画出来的图 那个配色不好看 没关系 你就直接看这里面 因为它都已经绿色帮你设好了 可能就是在色彩上面都做一些很明显的划分 尤其像什么创新 或者是与众不同 你就可以做到就是说这张图跟另外一张图 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色彩的呈现 而且配色都帮各位配好了 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从market price 这个market price是office store 你们一定也不知道什么叫office store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需要一些新的 如果的里面你需要一些样板 你需要一些图片 你是不是可以到微软的云端去下载 那个地方就是office的一个一个 比如说范例区 但是他也有office商店 好商店他目前这个视觉化图表都放在那里面 而且都是免费的 你看这边视觉化的效果好像不多 但是他这上面放了一百多种 两百种的视觉化效果 好到时候会教你们一两种 像这边就没有文字语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也不能教 为什么不能教 你必须要登录才能够用 好那可能各位都没有这个账号 所以到时候我就会用我自己的账号 我先登录进去 抓下来 然后再提供给大家来去使用 好这个用法我还是会教你 只是你可能就不能够直接登录了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这是功能区 最重要的功能 常用功能 这边有三个图示 第一个叫报告 第二个叫资料 第三个叫做模型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可是等一下要有资料内容 我才能够跟你分享 这边 是不是有很多栏位 这里面点下去 就会有各栏位的记录内容 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工作区 工作区 然后他是不是有筛选 请建议把筛选先锁小 他是不是有视觉效果跟栏位 好 他有筛选 这很好记 这个筛选 他有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应该也很好记 他下面就是画统计图表 各位一看就知道说 这是横条图 这个是直条图 这个是折线图 可以吗 好 他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七月份增加了 这个叫做关键 关键影响因素 就是你里面有很多很多 很多个栏位项目 那每一个栏位项目 他到底影响的比率是多少 他就直接帮你分析出来 帅的 我看到这个功能好感动 还有 还有 瀑布图 瀑布图把自动分析都放进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会教完瀑布图怎么画 瀑布图怎么画 那 不过我后来发现 他更棒的地方是 他后来把 资条图也都做了自动分析 好 所以我们是先从 资条图这边的自动分析 开始分离看起 好了 反正这边有很多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就是那些统计图表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栏位 你现在没有感觉栏位是什么 可是等你取得资料这边你就会有感觉了 好 栏位 所以 这边有几个名称 功能区 那这边是那个 等于说是那个 特殊的工具链 应该叫工具链 然后接下来这边叫工作区域 然后这边是筛选 筛选 然后视觉效果 这边叫栏位 好 大概这几个区域的名称了解之后 那你就会说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画的图 现在都要呈现那个16比9 16比9这种长方式 所以呢 当你今天 当你今天 你看我说小时候 你看是不是就没有那个下面那个区块了 他只是希望你画出来的图就是16比9 那个比例 而不是4比3 好 那我们现在去 呃 就是 请你 请你把筛选先关掉 晚一点 我才会教你筛选是什么 所以呢 呃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你可能 大概就只有点这个筛选吧 先让你去 动一下 来 请把那个筛选缩小 好 那 那 接下来我们 我们再来 就要先做取得资料咯 我们下载下一个一个范例吧 我们把那个资料放进来 我们刚是不是有下载一个超市范例 好 画面就用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也常用一下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请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资料来源是web 它是一个网址 它有可能是一个网址嘛 对不对 如果它是一个网址 那你当然就是要用web 如果它的资料是csv 或者是这个档案的格式是json json json 那你就要到其他了 因为这边没有 反正人家给你的副档名 人家给你那个档案 它的副档名是什么 你应该会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 然后你找对应的方式 例如说 它直接把资料库给你 直接让你连资料库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直接可以连资料库 那云端GA可不可以 GA Google Analytics 当然也可以 你们应该也要在意一下 就是地震事务所的网页 有被多少人关注 哪些人来 来多久 看了几页 就跳出 然后 他关注的网页是什么 类似像这些 反正就是网站分析 这全部都有 他放在其他 然后你去看 你去看其他 其他里面 GA 脸书 你想要知道一下 你的另一半 他跟谁交往密切 就是 谁啊 你只要发布一个新闻 别人他就会去按赞 谁来去按赞 GA Google Analytics 去哪 我们到 全部里面看一下 好 从上面往下来去看 这都是资料库 资料库 好多种资料库 然后GA Google 这边GA分析有看到吗 脸书在这边 反正什么都可以分析了 不管是开放资料 放在网路上的资料 一个档案 或者是资料库 全部都可以分析 好 那请问我给各位的是什么 我给各位的是一个 一个 以下的档案 所以你就选档案里面的以下 对吧 可以吗 假设今天有一个人给你 一月一个档案 二月一个档案 三月一个档案 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吗 他给你三年 然后里面有三十六个档案 那请问你要选什么 你就把它放在一个资料夹 有看到吗 资料夹 有听懂我现在说什么吗 他会自动帮你把这三十六个档案 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档案 你以前你拿到这三十六个档案 是不是要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想办法放到一个档案里面 对不对 现在他自动帮你把三十六个档案 放在一起 算不算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以前我们都要教你什么 办公式自动化 就是请你不要再做什么复制贴上 我们请电脑来做 凡是机器 机器很适合做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从附件工作 是不是机器很会做 我们人不适合 对不对 好那怎么做 我们就要学ECL的VDA 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只要用资料夹 可以了解 这个我一定会教你 所以我就会把一个档案 我拆成本来它是四年的档案 我拆成一个月一个档案 一个月一个档案 然后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他直接去读书 所以这个资料夹很重要 那我们给你的是ECL的档案 所以只要点取得资料 第一个ECL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 我刚刚是不是放在下载里 下载超市范例 然后点选开启 这就是开启旧档 对不对 这我想没什么好教的 那开完 还没有开完 因为ECL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资料表 你看像我给你的是不是有订单 是不是有销售人员 是不是有退货 请问一下 订单跟退货 它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关系 对不对 只是我现在我们先不要把 我这些观念都必须要慢慢告诉你 所以我们先不用 不要去想到后面那些关系 我们就先开一个资料表就好了 我们只先开订单 因为光是订单 你就要先懂订单里面的资料分析 然后再懂退货的资料分析 再懂地理分析 好 那我们只勾选订单 然后再点选 下面是不是有载入跟转换资料跟取消 什么时候要去做转换资料 当你看到乱七八糟 这个时候 你就一定不会点再入 你就会去想用别的方式了 那现在都看到都是正正常常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再入就好了 可以 好 1 常用以下取得资料 2 Esell 要点那个Esell 3 请你点这个订单 4 点选再入 4个动作 那做完之后 你怎么知道做完了 你这边栏位就会跑出来了 可以吗 栏位 可能你现在不习惯栏位 其实那就是那个 那个 其实就很像Esell Esell上面是不是有这个行ID 然后那个栏位名称 对不对 订单ID 这是不是就像Esell 好 我只是告诉你 那个栏位名称 他就会放在这 他只放栏位名称 如果你要看记录内容 那就请你点第二个 他叫实料 你就可以看到栏位名称跟记录内容 好 所以请你们现在来一起动手做取得资料 正常你要是用你的桌机 应该会跑得很快 应该会跑得很快 好 请问一下我给你们的这个范例 因为是大数据分析 你觉得多少才算大 100笔 很少 1000笔 不大 1万笔 勉勉强强可以算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我们今天最后上完课 我们现在给你们的是2013到2016 1万笔的记录在这里 好 那当然相对的 我会希望到时候我们来去教 那2017年资料加进去 这些视觉化图表 还是会整个都直接算完 这件事情是一定要知道的 当然是绝对是 你一直加入资料进去 他这边只要按一个重新整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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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